Hello 大家好 昨天曼聯無聲聲踢了一場閉門熱身賽 對手是一隊第五級別的球隊 我相信大家都不認識 叫Rexam 贏了就贏了 4比1 三球在他們贏的球員是一件好事 我相信這一場的球員 應該是給一些沒什麼出場的球員 大家都知道 去到澳洲有些球員沒有脫隊 有些受傷 所以主要是給他幾個獲得狀態 消息說本身是預備 跟U23或U18的小朋友打球 臨急就找了這隊球 這個對手應該都很開心 那些小球隊的小球員 有機會跟曼聯踢球 最終贏了 消息也有說 斯洛牙道有在場邊觀戰 當然是他剛剛回來曼聯 昨天知道他回到卡林頓 但是感覺就不太好 因為他帶了他的經理人 文迪斯一齊回來 看上去都是有些攤牌的感覺 一定不是如常回去做操練的 現在看上去都是繼續要求離隊 待會兒會再講多一點點 但是那一場球是有關戰的 下一場公開的友誼賽就是星期六 對手是馬德利體育會的 這隊球上年就在歐聯的16強 就踢我們出局了 現在這次看到他 友誼賽了 希望對球能夠贏得到 這場比賽倒數第二場了 還有一場就是31號 星期日的比賽 基本上可以說都是同一場比賽 或者是相隔一天 就用兩隊球不同的陣容去踢 其他球隊其實都有相似的安排 但是馬體會這個對手 比我的預想之中 他們的水平都可能會有些問題 因為他們開操相當之久 7月10日才開操 比利物浦還要遲成差不多六七天 因為西甲那邊的開賽時間 就遲過英超很多 所以他們就遲了開操 剛剛只是踢了一場的友誼賽 而且對手也是比較弱的 所以他們的狀態 可能到時看到馬體會 是會比較沒有那麼適合的 希望班寶也要把握這個機會 雖然對手不太適合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贏不了就更大件事 希望贏得到 我們今天就會說 首先就是兩位新兵 阿力森和馬天尼斯正式報道 我們看看他們究竟有些什麼 即是球衣 或者剛剛的場閉門友誼賽 他們都有份 接著就會跟大家說說 一些前列的球隊 究竟爭四對手踢成怎樣 我們就知道我們的友誼賽 踢得不錯 再說一說轉會的跟進 看看我們的形勢 到底在別人的球隊來說 會踢成怎樣 我們首先說說新兵 馬天尼斯就真的看到他很漂亮的 仔仔的拍照片 其實他 我覺得他現在在陣中 都是數一數二的 他就選了一件六號波衣 六號波衣 一向都感覺好像是一個中場 六號仔 經常說六號位 六號位就是一個拖校房 但事實上我覺得他選擇這個號碼 就跟他的位置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他其實也沒有什麼好的號碼 看看六號的前任主人 就是穿多過一年的球員 因為有些球員 例如阿里奧霍籃 其實以前也曾經穿過六號一年 但這個大家都沒有什麼印象 因為很快就轉五號波衣 所以只說一些比較長的 至少也有兩年的 最近那個當然是普巴 大家都知道普巴剛剛有傷了 我一向都不會咒人受傷 但他真的受了傷 祖雲達斯 一買回去現在有些新品 還有一些消息說 怪萬聯 之前沒有處理好他的受傷 總之普巴已經是相當多受傷 就是不說他了 前一任就是伊雲茲 布朗 之前也有史譚 布里斯達 這幾位球員 你看到 其實都是後防球員 所以就 真的說六號波衫和防中 我覺得就真的沒有關係 看看他的前任主人 除了普巴 不說他之外 其他那幾個 其實都算是踢得不錯 伊雲茲也算是最差的 但其實你想回現在的中天水平 其實當年伊雲茲也不是那麼差 布朗也曾經好過 打右閘也拿過歐聯冠軍 打主力 斯坦當然厲害 普里斯達也是再前一代主力的中堅 至少他是一個輪魂 所以六號波衫 其實在萬聯的歷史也算是不錯 所以希望馬天尼斯可以繼承好他 這班前輩 前面那幾個前輩都是踢後防 希望他在中堅位置踢得好 馬天尼斯他在亞即時穿21號波衫 大家知道21號波衫 其實在萬聯就沒有人穿 現在單尼尼尼斯走腰就虛位以待 但誰穿呢 是馬天尼斯 他穿21號但沒有選21號 大家的答案應該都呼之欲出 但他幾年前都在南美的時候穿過6號 所以他選這件波衫其實都很合理 另一位就是亞力神 就選了一件14號波衫 這一個的選擇 我就覺得幾奇特 因為14號波衫 感覺跟他沒有什麼關係 14號波衫我們在這裏有什麼人穿過呢 連加特 連加特在這裏都很多年了 清分到現在8年了 我想他由35號轉過來14號 都轉了5、6年了 然後再次一任就是小豆 小豆大家都喜歡 這個雖然不是主力 但他一向都很受馬聯球迷的歡迎 所以就希望他可以跟小豆一樣 我相信他都不會是一個絕對主力 就像小豆一樣 後備阿倫幫到手 其實都不錯 再上一任是亞倫史密夫 亦都很受馬聯球迷歡迎 之後就再做一些美爾 高魯夫的兒子 高魯夫的兒子 我相信大家未必說 真的很熟悉 因為他一萬聯就不踢得太好 很快就走了 再前一任就是簡察斯基亞 亦都是打得很好的一個逆風 所以14號波衫 其實就有少少悲劇的感覺 在裏面 就是連加特 最後走得那麼衰 阿倫史密夫又受了傷 但事實上又不是真的那麼差 雖然這件波衫好像不太老禮 希望最近不太老禮 阿倫史密夫 連加特 希望阿力神成為例外 他踢得好地地 不要有什麼事發生 希望他健康 發揮得到 對萬聯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但我自己覺得阿力神 這件波衫 官網所說 就是阿力神自己說 選選的 他說是去選的 但我自己覺得 不是去選的 因為他的首選 在丹麥就穿10號 10號仔被我們的Rasford MBE 拿住了 不可能 23號也是蘇爾 蘇爾 其實他自己都說明 他喜歡23號 所以你又沒有什麼 沒有理由是要求他換走 穿了這麼多年 所以他繼續穿23號 21號 又是21號 阿力神又是選擇21 馬天尼斯又選擇21 為什麼不讓他兩個呢 其實明顯 我們萬聯球會都說了給你聽 一定是繼續想等 法蘭基敵狀 所以這件事 大家可能一情所願 一雙情願 想著放棄他 不要要他 但球會告訴你 是沒有放棄過的 如果他們現在已經決定了 不會再追敵狀 其實這件21號 就應該給了馬天尼斯 或者阿力神 這個阿力神 因為他在奔福特 就穿21號 他一二切就23號 我相信答案都很明顯 但我自己就不予置評 老實說 我認為如果現在 以這個陣容 不買敵裝的話 我們中場的實力 都不是很硬 特別就是馬天尼斯 似乎都會打中堅 因為這一場的閉門熱身賽 官方沒有出來確認 馬天尼斯是打左中堅 他搭檔 拜利或華拉尼 我們不知道是誰 因為兩個名字都會有傳媒 無論如何 他應該第一場球是踢左中堅 如果是這樣的 我相信 聽一下 他準備一開球是怎樣用的 阿力神就踢4-3-3的八號位 似乎是搭著雲迪 後面那位拖後中堅 就是詹斯加拿 加拿仔 踢拖後防中 然後兩邊就是雲迪 加阿力神 阿力神踢這個位 都是我們遇上之中的 我和大家分析過很多次 阿力神踢中場的時候 班奴法蘭迪斯可以上前線的 左中右 隨便一個位置 都是可以的 他們兩人一起在中間 似乎防守不足 所以我預料 這個都會是阿力神之後 首選的位置 傳聞都是不能夠證實 但可信性是高的 就是說阿力神 在這場熱身賽中 就進入了第一球球 是一個直接自由球 這一範 大家可以預期多些 就是他下年 應該會是我們主罰 這個罰球的第一人選 因為我覺得我們現在陣中 斯朗的罰球 我已經說了 上季已經說了 他根本就超級大退步 不用想著他會進入球 不需要的 班奴法蘭迪斯 就是主要的盔子手 但其實班奴射罰球 命中率都不是太高 加上角球和死球 我都說他斬不過近 下年只要有阿力神 我相信100% 會是阿力神去處理 這一範是很重要的 很多強隊 你看一下曼城 就算他們行雲流水 猜球猜進去 但其實很多入球 都是死球的入球 強於曼城的傳控 都需要獨立 所以阿力神這一方面 可以幫到我們盟聯很多 期待他們對馬體會舉長球 過兩天 也會和大家做直播 希望他可以順利出場 第一次正式的友誼賽 做代表 我預計這兩個球員 都會是未來賽季相當重要的球員 就算不是鐵膽正算也好 都會是相當重要的 至少會出三十多場的球員 兩個都是 一個會是中堅和鞋放鬆的类環 另一個會是中場 可能偶爾會打逆風 都不出的 視乎球隊需要 如果想加強他的球 控球力 就可能會放阿彭奴 或者阿力神 阿力神都可以上逆風 這個我相信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好了 我們講完我們的兩位新球員 講一下對手 我們其他的爭士對手 其實他們怎樣呢 整個夏天我們都沒有理會對手 我們首先第一次講一下 其實 除了迫適之外 我相信大家都很留意中型球隊 其實今年的轉會槍做得最快的 就是兩隊的中型球隊 一隊就是阿士忠維拉 另一隊就是韋詩咸 這兩隊球 雖然上年 維拉的戰績不太好 就是排第十 就是上半板都不太上得到 但事實上 他的財力 一直以來這隊球的財力 在英國的百名漢城 其實他們都是很有錢的球隊 所以就 不要小看他們 還有韋詩咸 韋詩咸 一元的代價 就買到新型球場回來 還有倫敦 他們一直都是比較富有的球隊 所以這兩隊 可能是未來這兩三年 最大的挑戰者之一 就是對前面那六隊球隊來說 我們首先看看韋詩咸 韋詩咸 最近再收購了多個中鋒 斯卡瑪卡 就是之前我拍片和大家講過 我希望萬聯考慮下的一個中鋒 這位意大利的小朋友 最終是投入了韋詩咸的懷抱 3千多萬 就算是這樣 入了二十多個國家隊 打過下主力 所以 也算是一個很大的增強 韋詩咸 因為他們本身正中鋒 就只有安東尼奧一個 安東尼奧一個 其實安東尼奧的打法 就比較局限一點 就是他 打反擊也可以 但打陣地戰 他真的不行 那你有斯卡瑪卡 這個1米9多的中鋒 其實韋詩咸喜歡兩邊出球 或者是寶雲 幾個都很有能力 可以賺到球 可能就斯卡瑪卡會發揮得不錯 另一位就有個3千多萬中鋒 我不知道這個怎麼讀 阿古特 首先暫時這樣叫他 但就看他 是發甲買過來的 但就看不到他暫時有什麼能力 就是左腳的中鋒 也都是1米9多的 那看來韋詩咸 其實中堅本身是夠人的 可能都是想升級一下 那3千多萬買了一個 那我相信應該都會好 因為韋詩咸 我一直覺得他們的中堅 其實水平是不夠的 就是伊薩迪奧普的打後備不可以 那如果買了這個阿古特 打得起 那搭著蘇馬 其實都算是一個不錯的中堅 的配合 這個阿古特似乎是一個 偏向用球的中堅 另外兩位就是艾利奧娜 這位龍門就是去年來了 所以就買斷他 另一位叫阿Donz 這位的中場 似乎都是代替馬克勞堡 這位路隊長的退役 所以就有升級的 中堅和中堅有升級 耶莫蘭高 這位在英超發揮不到的 烏克蘭的前鋒就走了 他們走的人 全部都是free 所以他純粹買人 就花了8千多萬 所以韋詩咸今季 都是很有野心去增強的陣容 我預計他們都會是一個威脅 但是就不會 我不相信他真的挑戰到前四 即是會都是第六第七 這樣跟你搞一局 如果有得對球 大一點活力 那可能就會被韋詩咸取代了 拿到第六名的感覺 因為維拉那邊 先一開始就已經簽了四個人 之後其實他們沒有什麼大的進展 賣了達加特給這個劉卡蘇 再賣了一個沒有什麼用的 就是逆風塔斯古特 然後就再借用一個阿古斯丁神 就是這位瑞典的比較年紀 二十八九歲的左閘 其實就沒有太大增強 即是我認為真正兩個位置增強 古天奴上年借了也不算 即是已經上年見到有多少 中場的卡馬拉是一個增強 上場球對著我們 發揮正常常沒有什麼 卡路士 即是中堅也是好 所以看上去 有些增強 但我認為都未至於威脅前六 李斯特成呢 白禮頓和狼隊三對球 即是上季都是比較接近前六的球隊 即是白禮頓第八第九 李斯特成也是 狼隊最後才跌亡 即是差一點都差到前面 他們這三隊就沒有增強過 即是基本是賣人 放人 借走些人 是多過買人的 即是李成就直接是零收球 完全沒有買過 沒有租過 即是可能沒有錢 白禮頓就有賣一個半個 但也賣走了他們的主力 比數碼 所以其實我相信 不可以說是一個增強 只是買走 然後買回代替他們 狼隊也是沒有什麼明顯的增強 賣人呢 也有賣一下 所以這三隊 我就不會預期他們 真的會上到來去競爭 那紐卡訴求如何呢 這一隊的 郵王的新班 即是新的 郵王級別的球隊 我覺得他們呢 就做得不錯 即是大家都會預計他們會瘋狂收購 即是會狂買 好像當年曼城 買一大堆球星 阿迪巴約 羅賓奴 但他們沒有這樣做 並沒有如預期之中 亂買 喪買 似乎他們是穩步地 即是慢慢慢慢組織他們的隊伍 買自己買一些年輕一點的 有潛力的 然後慢慢飆入隊伍 上年的東窗其實他們已經買了很多人 所以就加上最新這兩三個收購 博文那些 其實紐卡訴隊 已經有一定的實力了 沒有歐洲賽之外 其實沒有需要去買太多人 而且 這一刻買人 紐卡訴只會被人拖 你想買一些球星的話 只會是一些過氣的球星 所以我覺得紐卡訴做得不錯 但就用這種比較按捕就班的方法 我相信他們短期內 都應該沒有挑戰到前四 可能要等多一兩年 下年他可能會上到大概 即是今年里斯特成 或者再好一點是韋斯咸的級別 都是中上游的球隊 我猜他們下年未會是前四的爭奪者 所以似乎下年欠第四、第三、第二 都只會是B6之真的 未有新的挑戰者 先說回本身的B6 曼城造成怎樣呢 在轉會上曼城買人買得多 大家都知道他賣了芷西斯 賣了斯拉利亞 買人其實他們不賣很多 只賣了哈蘭特和菲利普斯 上季的季中 就賣了祖利王亞華麗斯 本身是全國來曼城 但最後被他搶了 你說這幾個收購 能否撐得回他們賣的四個球員 捷西斯上季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球員 就是曼城打了三十多場 費蘭丁奴比較輕的氣氛 但偶爾也要幫洛迪輪換 史達林上年機會少了 但是在個別場次 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輪換 新增高也是 簡歇路在右邊和郭嘉輪換 左邊和新增高輪換 但也是很重要的 這四個人 上季都不是完全沒有用的後備球員 哈蘭特買了當然就是 級數會高於折西斯 預計會是一個很大的增強 奇雲菲利普斯 如果你說顛峰來算 我覺得他比費蘭丁奴更好 但費蘭丁奴上年 大家看到退化了多少 很慢 導致很多支撐球都與他有關 所以也算是一個更新 但祖利安奴華尼斯 比史達林更好 始終在英超踢了這麼多年 有一定的水平 雖然他上不了他 很巔峰 但一季十多球 十多球 十多球 其實都走不掉 但祖利安奴華尼斯 在南美跳到英超 能不能發揮到他上季的表現 史達林其實都很重要 我有些懷疑 雖然祖利安奴華尼斯 打就打中鋒位多 但左右翼他都可以打的 相信都會是一個比較順位 可能靠後一點的論館 但我不覺得他能夠取代史達林 還有就是新增高 賣了但暫時還未買得回 現在說古古尼亞那邊 去買白賴頓的古古尼亞 但那價錢白賴頓死咬五六千萬 是不肯放的 暫時曼城似乎都不太順利 所以看到他的陣容上有些單薄 哈蘭特雖然是強了 但他的傷病 就多過史達林 和多過哲西斯 這兩位球員雖然不頂級 但很耐洗耐用 很少受傷 他如果沒有傷 我相信他的陣容會提升 但一傷 曼城有沒有足夠的人 在前線調動 我自己是有點懷疑 所以就算他讓他買了左閘 即是古古尼亞 實力上是提升了 但厚度 我自己對曼城 今年不算太過有信服力 但他的對手 即是禮物浦 即是稍後會提升了 但暫時看上去 曼城的熱身賽 好像有點隨便 熱身賽他們安排了兩場 加上社區盾三場 但第一場已經是橫掃 已經沒有拜仁武尼克 即是你猜不猜得到一隊班霸 拜仁 是可以被曼城押到三射零重 即是你便知道 哥迪奧拿的水平 一復操都不用踢 一來賣班 班人已經是頭身 22射5中 也是最後贏了拜仁武尼克 所以我不會懷疑哥瑞 也沒有資格懷疑他 即是每個人 我相信這個世界 每個教練 不夠人用都會糟糕的 但除了有一個例子 例外 就是哥瑞 因為他前面不夠人 可能他會放迪布尼上前鋒 即是可能會放齊雲菲律斯 打易鋒 他都敢死 即是這個世界 只有他可以這樣做 所以暫時我都覺得 曼城是最穩陣的 他的對手 利物浦又如何 利物浦又是一個達雲劉尼斯 大家都知道 另外他還買了兩個小朋友 那兩位小朋友 一個叫做法比奧卡華盧 另一個也是右閘球員 好像以前羅伯臣 在蘇格蘭 找了一個小朋友 但他兩位 就不知有多少參與 這個可能都是後備角色 所以實際上他真的有份量的收購 只有達雲劉尼斯 剛才提到離隊的文理 事實上又不是真的有什麼增強 小朋友就代賣後備 即是Mini Mino 然後有一堆 又是奧利基爾的 都準備離開了 紐尼斯 現在看上去幾場前身賽 有幾場就被人看低他 但有一場就入四球 實力 暫時 客觀地說 都是一個未知之數 如果我是利物浦球迷來說 我覺得我是利技球迷的話 我認為他如果發揮到文理的水平 已經很好 我一定不會期望他會一來 就比文理好 如果你是這樣認為的話 我就覺得真的太天真了 所以你買了他 我相信也不會增強了球隊的陣容 只能夠說是根身換代換血 暫時看他們的新賽 也不是太順利 第一場輸給我們 就是狀態問題 但最近 再輸了一場給薩爾斯堡 這個紅牛 所以就兩勝兩負 入七球十五球 但是看回他們的入球數據 入過七球 四球是劉尼斯 一場對阿尼瑞瑟 接著就兩球 沙拉一球是Henderson 其他球員 有沒有能力站出來 代替文理的入球呢 就是這個迪亞斯 能不能入球呢 發明路可不可以配合呢 還有就是 祖達能不能配合呢 這一個 亦都會決定了利物浦今季的高度 我自己覺得 最重要都是沙拉 找不找得回的狀態 沙拉上季尾跌都幾嚴重 今年又大一歲了 他踢不起的話 我認為利物浦今季 應該會不如萬成 感覺是有少少的下降 文理的作用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取代 二次就好像很厲害 大家都會覺得 二次乾地買了很多人 買得很快 對期待都很大 但是暫時看上去 我又不覺得他是想像中那麼好 你看看他的收購 李策利臣 五千二百幾萬 比蘇馬 史彭斯 文職加起來 都八千幾萬收購 賣了比爾芬 賣得相當好 這個比爾芬賣到二千八百萬 是一個奇蹟 因為他在熱市 是完全沒有任何發揮的 可能因為亞迪士 被人搶人搶得太多了 所以就有少少做了半條水 就買比爾芬 總的支出大概五千幾萬 不算太多 因為最近熱市 其實花錢都花了很多 所以就買了出來 就不是太多了 兩個免簽 就有比爾芬 加上科士打 總共現在收購了五個人 但看上去 暫時看上去 沒有什麼表現出來 沒有什麼提升 你看上去 這班新兵 你說誰可以進入正選 我以為比爾芬一定能進入正選 但是暫時看上去 幾場的貴前熱身賽 乾地並不是這樣看 似乎他只會是一個龍門球員 因為他沒有進入正選陣容 主要踢正選的 不是萊姬郎 反而是沙式郎 這位是熱市幾年前買落的一位年輕人 比爾芬也進不到 其實其他幾個 我不認為有一個人是可以進入熱市的正選陣容 可能史賓斯之後慢慢成長 有機會就是踢了半年之後慢慢會 比蘇馬搶不贏 賀爾布 搶不贏奔坦古 我認為李策李神 極其量只會跟古魯錫斯基做輪換 但並不會真正取代到他 甚至用下去可能古魯錫斯基更好用 所以其實熱市增強了的 只不過是一個板凳深度 他指面的實力就是正選那班 沒有太大提升的 上一年其實你看到熱市 差四水平 今年他增強了板凳 是因為他要踢勾聯 對英超的戰績 我不認為會有太大提升 而且你看到他近三場的熱身賽 進入了九球球 但有六球對著韓國那隊的明星隊 我不知道哪隊 總之對韓國聯賽隊 就進入了六球 真正進入了三球對著歐洲的比賽 一場就是西維爾 另一場就是我忘記了哪隊 總之就好像格拉斯的流浪 總之歐洲級別的球隊 進入了三球都是孫慶文作公選擇 孫慶文作公選擇 孫慶文作公選擇 其實他們並沒有脫離二人球隊的怪圈 如果太過質重孫慶文和選擇 其實他買回來的人都是沒什麼意義的 即是你夠不夠膽 輪換選擇 你看下去是李策李臣 你夠不減換 如果你不能夠這樣做 你買回來的作用真的不能太大 普遍現在期望對他們很高 但是我自己認為 暫時看起來 他們應該都是爭死的水平 沒有辦法會撼動到爭冠的水平 相信爭冠都是利物浦斗萬成 阿仙奴又如何呢 動作都相當之大 兩隊的北倫敦球隊 其實兩隊都很出全力賣人 阿仙奴就更加誇張 他們連續兩年超過了淨支出 超過了一億 這跟大家十年前對阿仙奴的印象相當大的分別 一向都覺得他們很乎寒 老闆不肯花錢 扣著錢不給雲加 但是近幾年已經變了 而且這兩年 即是唯一一間球會 連續這兩年 都是一億以上淨支出 就只有他們 上年我們九千多萬磅 今年我們都是五六千萬 其實 其實花錢最多真的是阿仙奴 即是我們這麼大的花錢 都不及他們 看來今年他們的收購就是 紫西斯 或是耶穌仔 我相信一定是一個提升 對比他們去年 即是去年的拿卡西迪 實在令人失望 另一位發表的委拉 暫時還未出場 因為有受傷 所以買回來還是在病場上 新增高一來到就有打一場正選 還有兩位 Turner和馬坤奴斯 這兩位也是年輕人 不是年輕人 是後備球員 另一位是後備門將 美國聯賽買過來 另一位就是馬坤奴斯 就是小朋友 易豐巴西仔 賣走 賣走兩三個人 即是拿卡西迪 免費都不是賣的 古道斯 還有帕巴斯達保路斯 即是那位中堅 不知為何走極都走不到 還在阿仙奴 今年終於賣走了 二百多萬 收回來都是千多萬左右 所以真的花很多錢 看上去的陣容 現在阿仙奴都沒有短板 每個位置都很多人 還有看他們球員的水平 年紀上面 其實全部都年輕 你知道年輕人 越踢越好 慢慢成熟 我預計 他們今年應該會比上年更加成熟 實力會再有提升 還有哲西斯 我相信他都比拿卡錫迪 雖然他不是頂級前鋒 我暫時都認為他不是頂級前鋒 但都會有一定的提升 暫時以新賽 其實幾隊的Top 6球隊來說 Big 6球隊 他們是最強勁的 四場球 全勝 入十四球 亦都是最多 失得四球 新援的嘉比哲西斯 亦都是入了四球 只有一場球入球 有一場就沒開二度 所以看來發揮 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融入是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哥瑞和阿迪達 那一套我相信是相當之類似的 所以一來到 我相信他就會有好的發揮 還有你看最近這一場 對著車路士 在Florida Club 4比0 而且他的數據 是完全壓倒車路士 車路士輸了之後 杜曹是輸到心服口服 他認為阿仙奴是一隊 完全準備好 心態非常積極 而他對車路士 每個人都沒有心踢 也不知道明天會不會 在車路士 整班的戰意 準備好 的程度 完全落後在阿仙奴 所以看來阿仙奴 是最準備好的一隊球隊 所以季初 說阿仙奴就會馬上位 大家都知道 阿仙奴是歐把 英超也是爭前四 我相信是最強勁的對手之一 雙線都會遇到他們 而且他們的CEO 還站出來 會有繼續收購 所以阿仙奴是絕對 不能夠看少他們 相反車路士 這位西倫敦的巨人 似乎最悲觀 真的想不到 換了老闆之後 對方還是很不順 可能風水有些問題 車路士 每天的歐冠 去了巔峰 真的跌下來 現在看上去的高層很亂 舊班底 獅子要走 更衣室又是亂到爆 路卡古送走了之後 仍然是很亂的 走了基斯丁臣 走了路迪加 我相信路迪加走 大家現在都明白 很可能是因為 更衣室實在是太過不積極 太混亂了 走馬路卡古 買不到中鋒 你看到他買了史達寧 然後中堅就簽了一個 更加老的高利巴尼 就是魯迪加 其實都接近30歲 高利巴尼是31歲 所以做不到更新換代 史達寧也是去到 已經拚了球員 可能隨時已經走下球 所以這兩個的收購 之後我自己看上去 我是搖頭的 車路士不應該這樣買 但不是他們想 因為他們買不到其他人 買到誰都被搶 然後又被巴塞搶 被全天下最窮的巴塞 就搶了球員 官迪又被他搶了 加上現在 阿斯比利古達 車路士的隊長 又是開口 想去巴塞隆 但是 球員似乎是禁止他離開 可想而知 隊長想走 你不讓他走 那更衣室怎樣管理呢 即是他本身自己都不開心 加上薛耶治 又叫走 但又走結果也走不到 可能就是球員阻止 未買到人 我怎樣放你走 天武維拿也是 想回到RV羅比錫 但暫時是未有前途 你走完天武維拿 前鋒 就只剩下薛耶治 加上薛耶治的波柴 但波柴其實上季 在收藍頓下半季已經關火了 沒有了 可想而知車路士現在有多大問題 我現在感覺他們是最大件事的一隊 B6的後隊 熱身賽也都踢得不好 一勝一和一副 大敗給亞仙奴 贏那場 和那場 還要對美洲球斗 就是完全的強度 是不能夠有任何價值的 一對回英超華仙奴 已經是大敗給亞仙奴 那感覺 暫時來看 如果他們做不到什麼重大的收購 很可能今年水平會大跌 B6裡面 爭前四反 本身他們好像最穩陣 是否去年他最穩陣 很可能今年就會逆轉 那倒吵給我的感覺 亦都無力回天 就是他不是一個有強大魅力 和跟衣室去管理得很好的教練 PSG已經失敗了一次 現在在車路士順境的時候 是威勢 現在來到疫境 我不認為他是可以領導到車路士走出來的一位教練 說回我們自己 你看到對手 阿仙奴熱刺也有些了道 萬成的利物 更加不用說 這個仍然都是高我們一兩格的 我認為我們真的需要做多些收購 至少都要買到一個新的房租 如果他真的用利辛道馬天尼斯打中堅 的話 絕對是要增強中場 現在這個水平是不夠爭的 我覺得阿仙奴現在的陣容 還比我們更加完整 前鋒 還有施朗的問題 你不買前鋒 也是等死的 現在施朗 似乎離隊的決心是相當之大的 雖然他還沒有下架 現在真的搞到肉酸到我都沒有眼看 現在馬體會 傳他去 一傳他去 那些馬體會的粉絲 什麼球迷會 都拉了Banner出來 我們是堅拒斯朗拿到來 搞到這麼肉酸做什麼 現在傳最新的消息 就是文迪燒會接觸拿波利 又回到拿波利 一開始傳拿波利 說可能租過去都可以接受 為什麼搞成這樣 曼聯都沒有事情對不起你 其實去年拿不到歐聯的席位 你也是其中一個球員 這是完全拆不了他的 搞成這樣 你說真的沒有下架 肯收留他的話 那怎麼辦 你真的要自己銀河包出來 自己買斷自己的合約 走那麼肉酸 就是把所有美好的回憶 都真的全部毀滅了 我自己現在都沒有話可說 他不留 我真的看不透 因為我真的覺得沒有人會要他 他想踢歐聯要贏冠軍 有多少隊 但多少都數到 沒有 如果他在這樣的狀態下留下 他有心踢嗎 我不認為他會有心踢 就算他是很職業地 繼續幫我們效力也好 對跟衣室實在是太大影響了 即是現在中鋒 你單靠一個Marsel 是絕對不夠的 即是我們一定要買中鋒 現在迫著我們 是沒有得留的 但就是沒有什麼前鋒 現在最新傳的目標 就是這位Sesco 或者Chesco 我不知道他怎麼讀 因為他是東歐人 不知道什麼語言 這位斯洛文尼亞的中鋒 19歲的中鋒 19歲的中鋒 可能還很高 但他其實很Raw 看上去都頗有潛質 即是高高大大 射球布大力紅 那種感覺 有些頭緒 有些身位 但是他在奧超 即是奧地利聯賽 去踢的薩爾斯堡紅牛 第一季 上年才是第一年 做過輪換的角色 37場 有些後備 即不是30場人主力 進了11球 我認為你現在買他 其實他都沒有足夠經驗和實力 是幫到萬年 即是買過潛力股 即是好像 跟阿馬特大路的分別很大 即是如果你賭對了 他真的很有潛力 那可能一兩年後 他會有貢獻 但暫時 即是軟水不能夠近火 你看回上一個奧超 薩爾斯堡紅牛 球員出來 又是神射手 即是比Sesco更厲害 達卡 就是Parsson達 卡去李成 以前在奧超 28場入27球 來到英超 去年只有5球入球 機會給他 只能入到萬聯波 其他球隊也不能入到 真的沒有任何信心 如果你說買這個Sesco 是一個好投資 或是一個好投資 但真的要靠他 我自己就沒有什麼信心 安東尼似乎還是有些 繼續追 但似乎看起來 萬聯都不準備提高報價 因為他們要價 就說到八千萬 又或者 吹到上一億都有人說 但八千萬 怎麼說呢 我覺得 某些blog都在說 如果你連安東尼都不買 就會看到高層有多虛偽 說不支持 但我自己的立場 如果你八千萬都買的話 是證明我們的高層 還是一班傻子 我寧願你不支持教練 這個是對的 他說太多 又說我們很多錢 怎麼都會買 我寧願這次不支持 因為真的不值 或者何甲 我未見過有一個前鋒 是貴過四千萬的 我們八千萬買 預備也是被人笑的 安東尼是絕對不值八千萬 四千萬以上 我都覺得貴 頂盡五千萬 但我不認為亞積少會降價 因為始終 他們現在的陣容 我相信已經是 標示了他們 是一個下季的主力球 你見到熱身賽 都是長長正選 所以就完全不覺得 會有任何的餘地 我相信會一直拉下去 拉到差不多 就發現無望 那就沒有了 我希望不會這樣八千萬賭下去 暫時看下去 你看到我們的情況 其實真的不算太好 收購遠遠未夠 但真的 你看到的目標也不多 看下去 陣容未算太強 對比熱刺 其實別人板震心 都很強 我們前線力極弱 默契戰術上 其實沒有優勢 熱刺加了一年 阿迪達加了兩年 以及阿仙奴 我們是新的 所以 橫體店看 其實都不算有什麼優勢 所以大家要調整好期望 不要想買了阿力神 馬天尼斯 前四就會很有希望 暫時看下去 我還是稍微有一點謹慎 希望買了多些人 戰術上可以更加快配合更加好 下次就旁述再見 馬體會的長波 拜拜